俄乌战事持续了超过七个半月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8号表示 莫斯科坚持不允许爆发核战争的原则 坚守拥合国家之间 必须要防止爆发任何军事冲突的立场 而另外一方面 俄国防部发布公告称 由苏罗维金大将 担任对乌克兰战事的总指挥 拉夫罗夫接受俄美访问时表示 俄罗斯仍坚持遵守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 今年1月3号发表的声明 这份声明指出 必须防止拥合国家之间爆发任何军事冲突 总统普京及多名高层人员 近期曾多次提及 为了捍卫俄关利益 将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武器 令外界担心 俄罗斯是否有意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拉夫罗夫此番说话 似乎是为近期有关核武器的言论降温 不过拉夫罗夫就西方实施的经济制裁 发出警告 表示俄罗斯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目前只是克制 但俄方的忍耐不是没有限度的 相反 欧洲国家物价飙升 民众收入下降 能源短缺 这就是普通民众为政客的反俄情绪付出代价 俄军近日在对乌克兰的战事中接连失利 有传言指俄军西部军区和东部军区司令已被撤换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公告 称委任苏洛维金大将为队伍联合部队的指挥官 现年55岁的苏洛维金曾参加过第二次车程战争和叙利亚军事行动 去年8月获受大将军衔 俄乌战事爆发后更出任南方集团军指挥官 另一方面 扎波罗热核电站由于遭到连夜炮击再次断开与乌克兰电力系统的连接 俄乌双方互相指责是对方的炮击导致输电线损坏 由于目前六个燃料堆均已停产 核电站需要额外的电力去维持本身的电力需要 特别是内里的核燃料棒需要电力保持低温 否则堆心会融化 演变成核灾难 乌方的核电站主管科研日前透露 目前站内柴油发动机所需的燃料已经十分有限 一旦耗尽便会出现核灾难 风光卫视综合报道